镜头转回国宴来看社会消息 香港乔生居然为了房租问题杀害了房东 曾经就读文化大学的22岁卖性嫌犯 昨天早上诱骗房东说家里的冷气坏了 房东到租屋处之后 遭到嫌犯用哑铃和水果刀杀害不幸身亡 犯案之后嫌犯躲在女友租屋处一个下午 受不了良心谴责才打119报案 不过根据邻居透露 嫌犯的家境似乎不错 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名牌 2号上午10点05分 房客打来的一通电话 没想到让房东一步步踏进死亡陷阱 半性嫌犯假借冷气故障 要房东来检查看看 还走出房门装睡 嘴巴却没停过 疑似是因为房东又提起房租欠缴的事情 让嫌犯觉得很烦决定捅下杀手 半个小时过后 监视器拍到嫌犯拿着黑色塑胶袋要拿去丢 里头装的就是被害人的鞋子和皮夹 这时被害人已经惨死在房间内 嫌犯还不急不许的跑到楼下的超商买胶带 还拿了空箱子装了胶带扭扣和笔记本 过没多久 嫌犯换了衣服走出家门 冷血又无情 让邻居听了不寒而栗 对 他很老实 我其实对学生也很好 像他都会来帮学生整理落寿那些 一般这边的房东很少要这样做 因为我跟很多朋友都住在这一楼 然后就是房东人很好 所以我们才会就是朋友介绍在这边住 李绝涵房客眼中的好房东 却成为慢性嫌犯的眼中钉 因为文化大学旁的学生套房 一学年就要十万 而且要一次付清 但不少学生觉得负担很大 嫌犯向房东求情 希望改成一个月收一次房租 不过从九月开始就欠缴房租 他不看房东一直催脚犯下桃田大岁 连天天见面的早餐店老板娘都难以置信 很正常的一个很乖的一个孩子 很正常他带他女朋友下去 跟我讲说阿姨我带他回家 就这样子 平常都会跟你打动 对对对 来到台湾求学却因为钱的事情 断送自己的前程 嫌犯还要求警方不想通知家人 和香港文化办事处就怕引起麻烦 如此狠心杀害房东 事后平静地攻出行凶动机 冷血行径让警方只摇头 有点击事就这样子 应该不得 谢谢大家